咱们今天来说一个老案子 发生在河北省东光县雁台乡北萧村 如果有东光的听友 可能在这会指出我一个错误 没有雁台乡了呀 北萧村不是南辖口镇的吗 咱们这案子呀 发生在82年 那时候还是雁台乡呢 直到1993年 这才撤销雁台乡 成立了南辖口镇 行了 咱们说回这案子 82年6月30号 凌晨两点的时候 北萧村的老百姓们 家家户户都睡了觉了 鸡也不叫了 狗也不咬了 可是突然一声惨叫 怎么回事啊 村子里边一个19岁的姑娘 叫张秀峻 在睡梦之中 被一把利刃刺伤颈部 伤口长达8厘米 是血流不止 这声惨叫 那是响彻整个村子呀 首先听见的是家人 其次就是邻居们 到屋里这么一看出了大事了 整个村子里边的人呢 谁也甭睡了 都被惊动了 到处是嘈杂的脚步声 人们的喧闹声 县公安局接到报案之后 当天上午 对现场呢 进行了勘查 发现张秀峻 卧室南窗户墙壁上 有灯榻的痕迹 对应的地面上呢 有一枚长25厘米 前边宽10厘米的 光着脚的脚印 除此之外 可没有其他线索了 这个案子 警方啊 非常的重视 但是82年 破案技术条件有限的 始终也就没破获 这边案子还没破呢 过了一个月 隔着15公里 大曹村20岁的姑娘 杨金芳 又是在凌晨的时候 被刺伤警部 伸打气管 连夜送一抢 抢救 接连出了这么两起 刀伤妇女案 因为老百姓 抢救这些受害者 导致现场呢 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所以啊 警方经过现场勘查 也没有 获取到什么 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当地老百姓呢 也都议论 哎呦 这俩姑娘啊 肯定是得罪人了 而侦察人员呢 也是从这方面考虑 一般出现命案 那就是财杀 情杀 仇杀 肯定是有因果关系 哎 顺着这个思路 这案子就始终没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常规性的侦察工作呀 一点进展也没有 哎 慢慢的 人们把这事 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一转眼 可就到了1983年 83年 咱们喜欢听案子的听友都知道 那一年全国开展了严打斗争 各类之前的逃犯啊 各类刑事犯罪分子 纷纷被逮捕 被法办 可是 这两起案子始终就没破获 相关的材料啊 始终就登记在了东光县公安局 未破案件登记册上 民警们心里头他也不是滋味啊 这么恶性的案件怎么就破不了呢 一转眼83年 又来到了84年 84年6月份 距离张秀俊被伤害 已经过去两年了 东光县北部的八个乡镇 又乱了起来 这犯罪分子啊 再次在凌晨时分 向无辜的这些姑娘 以及妇女同志们 伸出了魔招 到了1985年夏末秋初 先后有11位妇女 在熟睡之中 被窗外探进来的刀子 或者被拨门入室的凶犯 刺伤脖子或者胸部 有的呢 被割断了支气管和静脉 有的呢 腹部的伤口 深打内脏 那一段时间 东光县的老百姓啊 跟躲温神似的 大门警官 二门紧闭 谁也不敢出屋了 好些个人晚上睡觉 都不敢开窗户了 好些姑娘啊 不敢睡床上 干脆在炕底下 铺个席子睡 这样 这凶手 他就没法从窗户里 伸手进来捅人了呀 更多的呢 是在窗台上 墨上水泥 擦上那玻璃擦子 防止不测 有一名女同事 叫牛金英 她呢 被刺伤了 她的丈夫啊 并不在本地 是在外地工作 一时间人心惶惶 想着让人去陪她去 谁敢去呀 只能叫自己的公公 拿着铁锹 在院子里边直前上岗 直到天亮 公公在睡 牛金英醒了 该忙活 家里事再忙活 要说起来 还有一个小插曲呢 那一段时间呢 但凡外地 到东光乞讨的这些人 这些流浪人员 嘿 都是赚个盆满钵满 为什么呢 大伙说了 不能得罪要饭的 谁知道这些人 是不是那个捅脖子的人呢 面对歹徒 如此猖狂作案的行为 东光县公安局 组成了系列案件 抓案组 一共指派了 二十多名民警 分别赶到案发地点 进行调查 苍州地区公安处 刑侦科 也抽调了精干警力 进驻东光县 河北省公安厅 六处的主要领导 也都赶来了 侦查工作全面展开 把所有的案件 归到一起进行分析 发现有一个共同点 现场留下的足迹 都是光脚的足迹 大小一致 所以这些案件 都是同一人所为 这案组呢 把案件性质 定为了流氓滋扰案 根据受害人目击到的情况 对犯罪分子 也进行了模拟画像 认为这犯罪分子啊 是以走街串巷的职业 作为掩护 年龄呢 18岁到28岁之间 身高呢 1米58到1米68之间 受到过警方的打击 有流氓行为 有这种疯狂的报复欲 尤其呢 是跑单帮 这样的男性青年 这是要重点排查的对象 作案的动机 就是为了扰乱社会治安 这边 根据这模拟画像 进行大范围的筛查 可是另外一边 这凶手也没闲着呀 1985年6月29号晚上 延场侯村青年妇女傅秀 又被刺伤了颈部 要说起来 这傅秀可不简单 被刺伤之后 勇敢的跟这犯罪分子搏斗 这犯罪分子呢 就是隔着窗户 拿着一根棍子 绑着一个剃刀 探入室内 捅伤的腹袖脖子 这腹袖啊 就把这剃刀 给夺下来了 夺刀的时候 锋利的刀刃 还割断了他左手 两根手指的血管和神经 导致这两根手指头 落下了永久性的残疾 不过毕竟这是得到了重要的物证了 就在此时又有意外情况发生 哎 竟然东光啊 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干嘛来的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一个叫傅秀的女同志 勇于跟歹徒搏斗 还把歹徒捆棍子上的那刀啊 就给夺了下来 这是关键的物证 就在此时 有一个很诡异的人 来到了东光县陈房乡 这陈房乡 跟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王拉乡 现在都没有了 95年的时候呢 都并入了现在的于乔镇 来的这个很诡异的人 自称啊 自己是北京公安便衣 来到陈房乡之后 找到了两个村的村干部 这俩村的村干部呢 也没多想 也不仔细琢磨琢磨 北京公安到这来干嘛 来了呀 这个人呢 就让这村干部啊 在村子里边广播 很快这俩村大喇叭 那可就嚷嚷上了 最近呢 从北京天津啊 来了一伙流氓 专刺妇女同志的脖子和肚子 说是能成仙 大家呀 一定要注意 各位 这段话也说出来 就是放到现在 放到互联网上啊 那这标题都足够吸引人眼球啊 哦 北京天津来的流氓 专刺妇女脖子肚子 为什么能刺脖子肚子呢 因为他要成仙 封建迷信 玄幻小说的内容都来了 这言论呢 一下子 让当地老百姓 更加的惊慌失措了 这社会上的混乱呢 一点都没有恢复的迹象 这时候呢 东光县登明四镇 南渔村 鸡墨坊门口 又出现了一张诡异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 各位 你们要小心 十九天之内 我要刺杀十名妇女 你们休想逃脱 鼠明是明林之也 明就出明的明 林 森林的林 知就知乎者也的知 也就是这野外的也啊 野菜的也 明林之也 这名怎么看 怎么像日本人的名字呀 这怎么回事啊 哦 这还给自己起个外号 因为这北京公安便衣 和这明林之也的出现 让这案子呀 更加的神秘 更加的扑朔迷离 侦察人员 现在重中之重 得查查 到底写纸条 这名林之也 是谁 谁写的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精力 挨村挨户的进行摸牌 前前后后历时八个月的时间 提取了上百人的笔记 查了上千条线索 一无所获 八个月过去了 一转眼这可就来到了八六年了呀 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买过一本杂志 叫民主与法治 这本杂志 从1979年创刊开始一直到现在 都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为什么突然提起这本杂志来了呢 因为呀 有抓案组的成员 注意到八六年第八期 民主与法治上 发表了一篇侦察通讯 叫又一名妇女被刺 这是湖北省沙市公安局的侦察通讯 抓案组成员 这每一看 这篇文章里边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 侵害对象 和发生在东光的系列流氓滋扰案 是相同的 为此 东光县公安局派人专程赶到湖北沙市取经 了解了湖北沙市系列案件的 犯罪模拟画像 以及侦破经验 那起案件 对于东光系列流氓滋扰案 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都了解完了之后 专案组就更加坚定 东光系列流氓滋扰案的犯罪分子 这是典型的 具有变态心理的人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这就为日后破案 带来了一个新的突破 八六年夏天的时候 之前从来没出过事的南皮县和搏头市 竟然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了八起刀伤妇女案 甭管是作案手段 遗留痕迹 都跟东光系列案件是相同的 很明显 犯罪分子啊 不止在东光作案了 开始跨线跳跃作案 并且他这路线也没有规律 一会儿往东 一会儿往西的 范围还挺大 那下一步侦查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啊 抓案组一时之间呢 也拿不定主意 东光 南皮 脖头 尽管都是苍州的 但现在这三个县市仍然是各自为战 直到1987年的时候 苍州地区公安处才把这起流氓自扰案列为了专项打击的首要任务 这才决定由地区公安处牵头东光南皮 脖头三县市统一指挥协同作战 在案情分析会上 来自三个县市的 包括来自苍州地区公安处的领导啊 一起对这个案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 得研究研究啊 这犯罪分子什么心理状态呀 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呀 他是怎么逃避侦查的呀 最后啊 达成了一致意见 第一 几年来 犯罪分子一直在方圆60里地范围之内连续作案 可以排除外地流窜犯作案的可能性 犯罪分子绝不会离开两线一市 第二 根据犯罪分子全部作案过程仅限于刀伤妇女 没有抢劫 没有奸淫等活动 认定犯罪分子这是属于变态心理作案 具有明显的施虐狂的特征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有了第三点的论断 犯罪分子极大可能在婚恋交友方面受到过刺激 或者是受到封建迷信思想 异端邪说的影响比较深 第四 犯罪分子是小区域流窜作案 因为始终就在东光南皮脖头吗 没去别的地方 说明他的职业具有固定性 并且他夜间活动没有人约束 根据这四点意见 警方呢制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第一 扩大范围 依靠群众 根据之前做的模拟画像调查摸底 第二呢 确定点和线 啊 他到底会重点出现在哪些点 这些点连城线又是哪些区域 让警方蹲坑守候 实行内紧外松的政策 让这犯罪分子呢 放松麻痹 一旦他在作案 迅速出击 第三 重点调查那些流动商贩和闲散人员 特别要注意调查具备变态心理的人 以及跑单帮的小个子男青年 苍州地区公安处 东光 南皮 脖头 三县市公安局 一共抽掉了四十名刑警 换上便装 在方圆两千四百公里的这个范围之内 可以说是编织了一张罚网 上期节目啊 咱们就说到了 警方呢 抽掉精干警力 可以说是编织成了一张罚网 可是 这恶魔并没有收手 六月二十七号凌晨三点 这个人呢 又出现了 他呢 到了脖头市后河乡 大树岩村 通过跳窗入室的方式 把二十岁的姑娘陈乳梅的气管 和警静脉割断 导致陈乳梅当场死亡 犯罪分子 太猖狂了 公安干警都被激怒了 省公安厅也打电话要求 限期破案 侦察员到了现场之后 提取了绣缘血迹等有价值的这些痕迹物证 与此同时 开展深入细致的走访调查工作 终于啊 理出来了头绪 六月二十六号下午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 来到了舶头市后河乡西关稻村小卖部买面包 逃半天一分钱也没逃出来 后来尴尬的就走了 据这小卖部的店主说呀 这个人呢 小眼睛 小个头 穿戴拉里拉遢 后河乡专场工人说 六月二十六号晚上 有一个年轻人到专场找活干 并且还要吃的 也是二十岁左右 小个子小眼睛长得可丑可丑了 穿一个挂子是那种红方格的 推一辆旧自行车 自行车后架上呢 夹着破行李卷 这俩人反映的这个小个子男青年 体貌特征是一致的呀 而这个人的体貌特征 和抓案组这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苦苦寻找的 那个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极其相似啊 更重要的是 他在案发前几个小时到过现场 经过详尽的推理论证 抓案组做出了及时果断的决定 连夜撒网 以砖瓦厂为重点 二十公里为半径 务必要把这个小个子男青年的身份 弄个水落石出 几百条线索呼呼拉拉的 可就汇聚上来了 这个小眼睛的小个子 六月中旬在挖里王专厂干过几天活 他自称啊 叫马颜王 是男皮人 干活的时候还跟人炫耀呢 我在天津要过饭 在苍州越过狱 腿上有枪眼 平时练飞刀 六月二十二号 马颜王 骗了同厂工人一辆旧自行车 然后就不知去向了 经过精心调查 终于找到了一条 能让犯罪分子原形毕露的线索 博头市看守所的犯人登记表上显示 马国强 绰号马颜王 二十五岁 农民 汉族 南皮县城关镇 李保民村人 因为诈骗 1986年9月29号 被行政拘留 10月13号释放 这个人呢 不务正业 81年 离家外出流窜 当时才18岁 离家之后 跑过一段时间的小买卖 要过饭 经常到砖厂 干临时工 这马国强呢 1986年8月 在张庄子砖厂干活 这个砖厂附近的张庄子 张西庄两个村 连续发生了两起流氓自扰案 87年6月24号 马国强在副庄专厂干活 专厂附近的新庄 就发生了一起流氓自扰案 6月26号 他来到焦和镇第二专厂干活 下午就不知去向了 而当天晚上 大树岩村就发生了流氓自扰案 小眼睛 小个子 也叫马颜王 还是弃家流窜的人 之前是诈骗犯 练过飞刀 只要他去哪 哪就有流氓自扰案 这马国强在外流窜 吃不饱穿不暖 加上相貌奇丑无比 具有产生变态心理的条件和因素 在专厂干活呢 明显有光脚的习惯 至此这马国强已经成为了系列流氓杀人案的头号嫌疑人 可是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 十来辆警车来来往往 各位 那年头十来辆警车 可不容易找啊 五十多名刑警 风尘仆仆 总计行程上万公里 查访了四十多个砖瓦厂 三十多个大车店 对一千二百多人进行了一一的询问 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九号下午 侦察员终于在河坚县沙瓦厢拱本砖厂 发现了马国强的踪迹 下午六点半 身穿民工服装的侦察员来到了砖厂周围 这个马延网可成了瓮中捉鳖了 搏头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的四条警犬 进行了十二轮作业 认定新庄 大树岩 周八里 三起流氓滋扰案现场的嗅员 都是马国强遗留的 同时呢 技术人员在马国强的棉被上 捡出来两处擦蹭状血迹 是欧形血和大树岩村死者沉辱霉的血型一致 把这马国强带到审讯室之后 这马国强啊 抵抗了没一会儿就全交代了 1982年 他呢 在倒买倒卖的时候 跟一个女青年发生了感情纠葛 后来呀 这女青年骗了他二百块钱 马国强就感觉被对方给戏弄了 本来他长得丑就自卑 这一下更恨这女性了 后来也不知道从哪听说的歪理邪说 只要捅一百个女人就能成仙 那我试试看能不能成仙吧 这就肆无忌惮的 不断的向无辜的年轻女性 伸出残忍的利刃 马国强六年的时间 先后作案18起 刺伤17名年轻妇女 1987年6月27号 刺死陈汝梅之后 把凶器藏进棉被卷里 留下了血迹 随着马国强被逮捕归案 那个所谓的北京公安便衣 身份也浮出水面了 他不是马国强 就是东光县的一个普通农民 叫陈红兴 他呢 跟后来出现的写纸条的 那明林之野一样 跟这系列流氓 自扰案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觉得好玩 浑水摸鱼 扰乱视听 可惜的是啊 这所谓的北京公安便衣 查出是谁来了 那个明林之野 实至现在 依然不知道那人到底是谁 前前后后好几年 这起系列流氓自扰案 才终于破获 而最终呢 马国强也依法被判处死刑 本期节目啊 为大家来讲讲 朱继两枪案 2011年8月23号晚上8点来钟吧 朱继啊 天上下着瓢泼大雨 大伙都知道 在江浙一带啊 8月份恨不得是天天下雨啊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朱继市 大唐之行的自动取款机旁边 有一个34岁的女会计 叫蒋惠芳 她呢 取完钱 就准备和同伴啊 坐到面包车里边 哎 把这钱呢 就该带回单位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一个黑影 就朝他们走了过来 这黑影干嘛的 抢劫的呀 蒋惠芳当时尖叫了一声 这黑影啊 明显就有点慌了 也没看准头 反正邦的一下 就开了一枪 开完一枪之后 这个黑影迅速就逃离了 刚刚那一枪啊 就打在了蒋惠芳的腰上 当时就血流不止啊 赶紧的就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 可最终还是没能救过来 他的同伴啊 当时也都吓傻了 过了很久 这才明白过来 至于那个黑影长什么样啊 到底有什么形貌特征 完全记不住了 就只记得 看到黑影打着一把伞 穿着雨衣 开枪之后就跑了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线索 案发之后 朱济市公安局 出动了一百多名警力 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之中 这又是射枪 这又是抢劫 这又是杀人 这可是特大恶性案件 大唐镇的每一个路口 每一个转角 只要是持枪人可能出现的地方 都被警方密切关注着 案发三天时间之内 警方就调阅了一百一十七个监控摄像头的监控录像 可是没想到 这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之中 乡邻的桃珠街道 枪声可就又响起来了 8月29号下午三点左右 这一天呢 天上还是下着雨 朱济桃珠街道 三都朱济农村合作银行 桃珠支行门口 有一个老板娘自己做生意的姓袁叫袁静 开着一辆奥迪车 也是来这儿取钱 本来呀是已经取完钱上车准备走了 这一颗子弹就打中了袁静的后脑 当时这车就已经失控了 往前就冲了过去 可能是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这个作案的凶手呢 也就离开了 后来经过抢救 最终袁静在9月2号的时候 经抢救无效死亡 短短六天时间 发生了两起命案 一时间呢 这民间啊 老百姓是传言四起 案件的案情太过重大了 随后啊 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公安局 派出了多位专家 赶到朱济协同破案 浙江省 绍兴市和朱济市三级公安机关 都投入了大量的警力 经过省公安厅权威部门的鉴定 两起案件中的两颗子弹 来源于同一支枪 两个下雨天 发生两起命案 两颗子弹就要了两条人命 警方断定 这是同一作案人所为 于是决定并按侦查 因为这支枪呢 并不是制式手枪 是一支自制的手枪 于是警方兵分多路 对浙江全省有关冲床磨床 等500多家机械工厂 进行盘查 寻找相关的线索 除此之外 浙江省公安厅的刑侦行家吕国坚说 除了是同一支枪之外 凶手选择的作案时间 作案地点 作案手法都很类似 并且也十分专业 光是大唐这个案子 就有几十名刑警在侦办 逃出街道这个案子 投入的警力更多 两个案子并在一起 那么警力就更强了 八二三八二九 两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也压得朱继警方啊 喘不上气来了 压力太大了 尽管说啊 有省公安厅 绍兴市公安局指挥 并且协同破案 但是朱继毕竟是案发地的警方啊 从领导到一般的民警 也都立下军令状了 短时间内 一定得把这两枪案破获 8月23号起 朱继市公安局可以说是夜以继日 组织了数百名警力走访了上千人 通过各种方式深入调查 结合案件发生之后 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等多个线索 进行分析判断 9月4号傍晚的时候 这起案子的侦破工作 总算是有了眉目了 通过警方大量的侦查与摸牌 锁定了重大犯罪嫌疑对象 许德勇 许德勇 可不是个年轻人了 案发当年的时候 已经是61岁了 是朱继市马剑真人 9月5号下午 朱继警方掌握了犯罪嫌疑人 许德勇的确切行踪 根据专案指挥部指令 五十多名警察兵分四路 实施抓捕行动 当时许德勇就在大唐镇上 可是他毕竟随身带着枪呢 并且藏身在闹事之中 为了确保周围民众的安全 防止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 民警一直蹲守了11个小时 才决定行动 9月6号凌晨12点50分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许德勇 已经睡熟了 呼噜呼噜的睡得香着呢 民警是一击制胜 把许德勇就抓住了 当民警冲进房间的时候 许德勇正在他女朋友 打工的那鲁味店里边睡着呢 面对从天而降的警察 许德勇当时都愣住了 什么情况 啊大伙谁都一样啊 真是说突然被叫醒了 都得反应一会儿 很快许德勇就镇静下来了 一句话也没说 当时民警并没有从房间里面 缴获作案用的枪支 经过突击审讯 许德勇交代 他在大唐镇上 还有一处出租房呢 随后啊 民警在那个出租屋的一个纸箱里 找到了一支贴着窗壳贴的黑色仿六四制式手枪 以及15发子弹 经过初步调查得知 这两次作案都是许德勇单独一个人作案的 作案纯粹就是为了抢劫 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至于抢劫对象嘛 那就随机挑呗 许德勇对823829这两起案件是供认不讳 据他自己说 我呀身体一直不好 我总觉着也活不长了 也没钱 后来我一想反正也是快死了 我过过富裕人的生活吧 这才想着要用几年前买的那条枪 抢上一笔 可咱们都知道 尽管是开了两次枪 打死两个人 但是啊都没抢着钱 这让许德勇是气急败坏 9月1号晚上就在警方追捕他的时候 他居然还来到了城区打算作案呢 晚上9点多 他在城区济阳桥附近的一家银行旁边 守了一个多小时 守来守去 也没见着下手机会 这才算作罢 得亏许德勇被及时抓获 否则他还得继续威非作呆 那么这许德勇 仅仅就做了这两起案件吗 其实不然 那么这许德勇 又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 咱们呢 从头来说说 许德勇出生于1951年 小学文化 无儿无女 1979年的时候 曾经因为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4年 1990年的时候刑满释放 可是就在当年 又犯罪了 又一次被捕 直到2000年 这才出狱 出狱以后呢 许德勇啊 没想着发奋图强 努力工作 而是爱上了赌博 这一赌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啊 据许德勇的一个亲戚说 哪里有赌桌 哪里就有许德勇 赌瘾特别的大 许德勇之前出狱之后啊 也赚过一点钱 很快赚的那点 就都输光了 输光之后怎么办呢 借钱去呗 他欠了村里十来户人家的钱 一共有十多万 到了06年 07年那会儿吧 许德勇呢 因为村民都且跟他讨债去 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就销声匿迹了 两枪案也牵出了许德勇之前 曾经犯下的罪行 根据检方起诉书指控 除了朱继的两起枪案之外 许德勇还涉及其他三起抢劫杀人案 手段是异常的残忍 1991年上半年 许德勇呢 因为经济拮据 与另外一个人叫马振宏 一起商量着 咱们怎么挣点钱去吧 这马振宏呢 是上海人 1966年出生的 就在1991年4月26号的时候 俩人呢 揣着尖刀 戴着手套 坐火车从上海就到了义乌 先到马振宏曾经待过的义乌市 烈士陵园里边踩点去了 那马振宏当时在烈士陵园里边 干什么呀 他呀过去在这烈士陵园里边卖烟 当天晚上11点多 俩人翻墙就进入了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呢 有刊业的这个管理人员住的是平房 俩人呢就用刀子把平房的木头门就给撬开了 被害人陈某和杨某 这是一对老夫妻俩 这夫妻俩呢 当时也都睡觉了 他们这一窍门 把这夫妻俩可就惊醒了 你们想干什么呀 抓贼呀 这是人们看到贼之后的遇到危险之后的第一反应 那就是呼救 可是啊 除了他们老夫妻之外 附近也没什么人 有人人也都睡了 许德勇马振宏俩人一看 要不光不配合大喊大叫 拿着刀冲着这老夫妻俩是一顿猛刺猛砍 夫妻俩当场死亡 在屋子里翻找钱物的时候啊 还发现了一个八岁的男孩 把这男孩捆绑之后 扔在床上 抢到了人民币八千多块钱 在那个年代 八千多 这算是一笔大钱了 1991年9月25号 许德勇又和另外一个人叫补金才 经过预谋 分别携带许德勇准备的非制式手枪 尖刀 还有手套 坐火车 从上海抵达了浙江嘉兴 到原城区南湖乡 七号桥村合作的商店 进行踩点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许德勇呢 打算用刀 把这个店的那围墙啊 打一个小洞啊 那么看店的呢 姓孙 这孙某听见动静了 赶紧的吧 开门看看吧 这一开门 就让许德勇给捅伤了 这孙某啊 退回屋子里边 许德勇跟另外那个家伙 补金才 立马就冲进去 把这孙某摁到地上 一番激烈的搏斗之后 许德勇拿着刀 又是对孙某一顿猛刺 补金才呢 用手枪的枪柄 在那打孙某的头部 最终导致孙某当场死亡 后来两个人在店里 翻找到了一些前务之后 也是迅速逃跑了 那么除此之外 许德勇他们 还犯下了那些血案 上期节目啊 咱们最后的时候啊 提到了1991年上半年 和1991年9月25号 许德勇分别坐下的 两起杀人抢劫案 他所犯下的罪恶 远远不止于此 2001年11月28号 晚上11点左右 许德勇又和另外一个 叫许公卫的人 带着刀 带着手套 开着电动三轮车 从朱继市马建镇 到了朱继市桃竹街道 办事处夏新村 方某家的别墅里边 方家人呢 关上灯 也睡觉了 这俩人呢 就翻墙入室 在卧室翻找财物的时候 被方某夫妇发掘了 许德勇随后拿起刀来 朝着方某一顿猛砍 方某的妻子呢 这时候大声的呼救 抓贼呀 救命啊 许公卫一看这情况 拿着刀对着方某的妻子 又砍了很多刀 导致方某夫妇倒在血泊之中 当时就死了 杀完人之后 许德勇和许公卫 发现这屋子里边 还有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 这两个恶魔 现在是傻红了眼了 对着这婴儿 也是拿着刀猛刺猛砍 导致这个婴儿当场死亡 许德勇他们两个呢 在这次杀人抢劫之中 一共抢了一枚金戒指 一条金项链还有DVD播放机等物品 许德勇和同许公卫 马振宏一共参与了五次抢劫 导致八人死亡 其中许德勇一个人制造了 骇人听闻的诸记两枪案 两枪案发生之后 大家更纳闷的 或者说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是 许德勇用的枪到底是哪来的 这起案子被起诉的 还有两个人 一个叫吴康金 一个叫欧丽华 吴康金1962年出生 是浙江省玉环县人 欧丽华1974年出生 是四川省内江人 检查机关呢 同时指控许德勇 吴康金 欧丽华 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买卖枪支 行为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 那么许德勇这枪是怎么来的呢 2005年4月份的一天 吴康金呢 经过欧丽华介绍 以一万五千块钱的价格 从上家买了两把非制式仿六四手枪 以及一部分子弹 2005年上半年 吴康金呢 就认识许德勇了 俩人后来啊 反正关系也还不错吧 后来许德勇啊 就骗吴康金 说你啊 借给我用的一支手枪和十二发子弹 给丢了 其实呢 并没丢 他把这枪和子弹 就藏在了朱继市马剑镇 自己的家里边 吴康金知道之后啊 也没有声张 六月份的一天 许德勇呢 打电话给吴康金 打算还买一把手枪 吴康金呢 就又将一支非制式仿六四手枪 和一些子弹 以四千块钱的价格 卖给许德勇了 2012年6月13号 上午9点 许德勇从朱继看守所 被带到了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之前呢 许德勇是狠狠的抽了几根烟 强打起精神 然后许德勇 也会见了代理律师赵波 其实在那之前 他一直拒绝律师 为他辩护 但是法院呢 一直在劝他啊 包括咱们之前节目 在跟李小青律师交流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 越来越人性化啊 不管你是多么的罪大恶极 你都有请律师 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最后说自己 我就是不想请律师了啊 我就求诉死 那也不行 法院呢 会指派法律援助律师 帮你辩护 那么最后啊 这许德勇呢 也就同意了 那行吧 辩护就辩护吧 这许德勇 当时穿的黄色球衣的 那个号码 是606号 他一进门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审判厅里边啊 忽然有人就在那轻声的喊着 许德勇 许德勇 这个名字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成为了骇人听闻的新闻人物 20年的时间 他背负了五起血案 参与杀害八条人命 最震惊的 还是此前六天时间之内 制造了诸记两起连环枪杀案 这个残忍的老头 终于站在审判台上了 他穿着黑色的条纹短袖 穿着一条运动短裤 显得挺与众不同的 小腿啊 看着就很健壮 当时站在审判台上的许德勇 已经61岁了 头发花白 但是身子骨看着呀 挺硬朗 长得呢 挺有棱角的 只是哪怕站在审判席上 依然面无表情 非常的冷静 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好奇 这一天挺审 会不会有什么更多的细节 许德勇是什么心理 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真正的内心忏悔过吗 审判大厅里边啊 在许德勇进来的时候 早就坐满人了 这里面有大学生 有新闻媒体人 更多的是 无奇血案之中 受害人的家属 其中啊 有一个女人 拿着几张 小女婴的照片 在那哭着喊着 这个女人 是诸记白门血案之中 遇害的那个女婴的奶奶 上午九点半的时候 庭审正式开始 庭审一直持续到了下午 许德勇啊 就在那坐着不动 挺着头 腰板呢 挺得笔直笔直的 整个过程都没什么表情 也不怎么说话 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个字 没意见 哪怕到了事关生死的时候 到了最终判决的时候 他依然非常的平静 许德勇呢 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现在说对不起 没用 希望法庭从众 从快出发 只求诉死 各位 大伙应该还记得 跟他一起的 还有四个同伙呢呀 他们可没许德勇这个心态 那时候啊 已经浑身抖的都不行了 2012年7月18号上午 犯下五次抢劫 杀害八条人命的许德勇 再次压上了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厅 和其他四名同伙 一起接受法院的审判 宣判之前呢 有新闻媒体记者就问许德勇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什么可说的 我就是来拿死亡判决书的 当天在庭审开始之前 旁听者就陆陆续续赶过来了 这些旁听者呀 几乎都是来自 朱继 嘉兴等地的 受害者的家属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 被告人许德勇 单独或伙同被告人许公卫 马振宏等人 以暴力手段截取他人财物 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其中被告人许德勇 系入户多次持枪抢劫 至八人死亡 被告人许公卫 系入户抢劫至三人死亡 被告人马振宏 系入户抢劫至两人死亡 其中呢 有一个细节 辩护律师认为呀 许德勇归案之后 如实的向司法机关 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那么是不是应该构成 自首情节 减轻量刑标准 最终啊 法庭认为 许德勇所供述的罪行 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 都是同种罪行 依法不构成自首 要说许德勇他们 到底有多么恶劣的罪行 咱们再从一个侧面 也能够想象 就宣判过程啊 仅仅宣判过程 就进行了四十多分钟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时候 五名被告人 神情都很紧张 哪怕之前一直冷静的许德勇 其实他也是紧张的 当宣读到 判许德勇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 始终昂着头的许德勇 他那颗头啊 终于是微微的动了一下 脸色都是死灰色的 随后啊 都感觉整个身体有些发抖了 是强作镇定 在那一直绑得笔直笔直的 宣判结束之后 许德勇涉案的八条人命中的 那个最小的死者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名被害的还不到一周岁的女婴 他的奶奶当年61岁 和许德勇同岁的方志华 也去到了庭审现场 方志华的手一直紧紧捏着孙女的照片 他边哭边说 为了我那死去的孙女 我哭了整整十年 苍天有眼 我今天算是看到了许德勇 和许公卫的下场 2012年7月18号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号刑事审判厅 对许德勇他们做出了终审判决 许德勇被判处死刑 与许德勇共同作案 导致三人死亡的许公卫 也被判处死刑 另一个同案犯马振宏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判处死刑